难道湘西真有神秘巫术 明明刚刚还在活蹦万特的大攻击 男子手舞足蹈念叨几句之后 机就一动不动任人摆布 敲锣打鼓放鞭炮 无论怎么吓唬都没什么用 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定身咒 一段神秘的咒语后 男子在刀山火海里游刃有余 如此神秘莫测的湘西巫术文化 在科技发展迅速的今天 专家又能否用科学来解释这些 难以理解行为背后的原理 小池现在就带您来到湘西 见识一下这神秘的湘西巫术 这里是位于湖南偏远山区的 花园线板栗寺 是典型的毛族湘西原始村落 由于地处偏远很少被外界搅扰 村里至今传承着 以前神秘的巫师文化 最近村子正在举办神秘的仪式 只见一群身穿红袍的巫师 一字排开 手舞足蹈的口中念念有词 随后一名巫师走到前面 吃脚走上被炭火烧得通红的铁梨 眼看着巫师的脚板 与烧红的铁片接触 接连冒出阵阵青黑色的烟 但巫师却面不改色 也许观众会认为 他在强忍着疼痛 可当他走完全程抬起双脚 除了有一些黑色的尘土之外 可以说毫发无伤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烧红的铁板连烤肉都能烧焦 而他们却能在上面无伤通过 等到表演结束 好奇的前去迅门巫师 看着跟没事人一样非常坦然 问是否有什么诀窍或是秘密 他说自己有批活咒保护 只要能掌握这门咒语 就能在火中游日游泳 不单单是走烙铁 他们还能表演吃下燃烧的火炭 当我们想问清楚咒语是什么的时候 他却不肯再透露更多 表示这是秘传之法 外传的话会遭受神明的惩罚 初次领略到湘西民俗文化的魅力 也为此次探访湘西定基巫术之旅 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 第二天根据当地村民举荐 记者找到在村里一名巫师 名叫石山崇今年一年过半百 虽然样貌看起来和其他村民无异 但他正儿八经是村里最受尊敬的巫师 人家这技术是祖上传下来的 而他是家里的第八代传人 听闻记者采访下要见识见识他定基的本名 石山崇十分热情地就答应了 可他接着表示现在还不能表演 第一步要先去镇上买一只鸡回来 这就让人不解了 寨子里家家户户不都有鸡吗 为什么还要去买 石山崇解释过后这才明白 原来他定基还真有不少讲究 鸡需要用大公鸡 而且还得是从来没用过法式的鸡 否则就会不容易被定住 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石崇山给我们做出了解释 等到了视察 没想到老师选鸡还有自己独特的手段 没做过法的大公鸡机关 没有出血没有伤痕 像这种机关上 有黑色斑块和黑点的就不能要 经过老师尽心挑选 很快选定了一只合适的大公鸡 记者看着这只活力十足的鸡 心中浮起一丝不安 这几火蹦万条如果放在地上 估计抓都抓不住 老师真的能定住吗 回到家后老师说定鸡之前 还要再做最后一项准备 说着就跟他儿子一起摆了一个檀位 檀位上面还摆放着几个神像 专家解释原来这几个神像是他们乌尸一脉的祖师爷 石山崇父子两人在弹前蹦蹦跳跳 双手在空中不知道笔划着什么 口中念叨的听不懂的咒语 经过这一系列的仪式 定鸡表演就正式开始了 老师一手紧紧握住公鸡双腿 一手在空中笔笔画画 然后将鸡轻轻放在桌面 轻轻地安抚安慰着鸡的情绪 当他把手慢慢松开 公鸡就真的非常听话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为了向我们验证鸡是真的被定住 老师用竹条围着敲打恐吓 而公鸡却是仍然站点原地无动于衷 这对于老师来说还只是开胃小菜 他还能挑战更高的难度 把鸡定在椅子的靠背上 老师自信地告诉在现场的各位 被他定鸡咒锁住的公鸡 无论怎么干扰他都不会动一下 几名听闻村民跃跃欲试 可不论是谁上来怎么弄怎么干扰 鸡始终都是不为所动 竹竿定鸡也是如此 老师把鸡抱在手中 仿佛在画符咒一样上下活动 动作好似手里有一条无形的绳子 将鸡的全身捆在一起 嘴里喊着和之前一样的咒语 虽然公鸡刚开始还不太老实 经过老师的这一番操作 最后大喊一声 电 五分钟过去 鸡还是稳稳地站在竹竿上 大家都知道家禽一般都很畏惧响声 而这只被定住的鸡 村民拿来铜锣在旁边敲打 鸡好像没听见一样窥然不动 接下来他们在竹竿上绑上挤挂鞭炮 点燃爆竹鞭炮炸的四处飞散 甚至直接在鸡身上炸开 现场声音巨大 围观群众斗捂上了耳朵 而神奇的是 竹竿上的鸡却依然一动不动 这极大的勾起记者的好奇心 当记者上前去问 老师告诉我们正是自己的定机周在发挥作用 然而记者再想追问咒语内容 老师也跟之前那位走烙铁的巫师一样 卖起了关子 之后怀着一问在村里打听道 邻村还有一位巫师也能定机 而且他定机 根本不需要老师这么多神神叨叨的程序 随便一只鸡他就能定住 看来这神秘的湘西还真有不少隐秘的高人 带着期盼终于见到了这位姓龙的巫师 他看着比石师傅年轻不少 难道他定机真的能比石师傅还厉害吗 看出记者的疑惑 龙师傅从屋子里拿了一把匹柴用的刀 然后在院子里费力抓到一只鸡 只见他手起刀落 稳准狠一下把刀 刀刃朝上稳稳当当的插进门框内 随后直接把鸡抱着放在刀刃上 面过一段咒语之后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鸡飞蛋没有直接飞走 反而是一动不动地握在刀刃上 龙师傅这时又从屋内拿出一小捆鞭炮 点燃后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 过后鸡依然乖巧地停留在刀刃上面 他把鸡从上面拿下来后 只说了一个解 撒手机就跑得不见身影 龙师傅说自己的咒语不仅能定机 猪狗兔子鸭什么家庭都行 而且还能定小孩 这话直接惊呆了在场的各位 正巧邻居家的小孙子 被刚才的鞭炮吓哭 现在正闹个不停 刚好可以让龙师傅施展一下身手 可无论龙师傅怎么念咒语 小孩都是哭闹不止 看来这咒语好像也没龙师傅说的这么管理 最终专家给我们遇到这一系列的神秘事件 做出了解释 人走在烙铁上是怎么回事呢 专家说人的皮肤完全能忍受的注意瞬间的高温 其实当巫师走在烙铁上的时候 每次只是在上面接触很短的时间 而且经过长时间的表演 他们的脚掌上面还有一层厚厚的老茧 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屁火捉起的作用 定机则是因为鸡的耳内有个叫半硅管的器官 是控制鸡维持自身平衡的 巫师做法师对鸡头摇画 机关内一体的平衡被打破 鸡就会很容易摔倒 从而才不会到处乱动 那龙师傅的定机是怎么回事 他也没有做法是提前准备呀 专家说其实这种原理更加简单 机只是站在不容易保持平衡的地方 感觉到了危险 努力地保持自身稳定 处于一种高紧张的应激状态 所以才会一动不动 详细定机数的谜底终于被揭开 看来一切神秘事件的背后 都有科学的原理存在 所以大家不要迷信 要相信科学中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 喜欢本期故事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